堕天时 它是伯金与疾病毒完美融合后所变异的第三阶段 也可称之为最强阶段 虽然理论上来说 疾病毒能够无限变异 但从游戏来看 目前已知的只有五个阶段 首先是G1阶段 由于伯金在注射疾病毒时 瞄准的是右侧身体 因此疾病毒率先感染他的右半身 所以在此阶段 他主要是依靠突变而来的强壮幼稚进行攻击 并保留了些许伯金的意识 接着是G2阶段 除了右侧的巨大躯体外 G生物已经在伯金的体内 长出了自己的头颅 并最终破体而出 同时伴随着头部的诞生 G病毒也开始全面取代伯金的意识 而那只原本能够操纵工具的右手 也进化为了一根巨爪 一击便洞穿了暴君的身体 这也足以证明G2阶段的强横 但这还只是开始 当进入G3阶段后 G生物的真正实力才陷入无遗 此时 伯金原本的头颅 已经完全被G病毒吞噬 内脏也完成了新一轮的重组 因此在他的身上 已经找不到任何人类的特征了 尤其是那两根突出的双手 形容天使的翅膀一般 极具压迫感 这也是为什么 称这一阶段为堕天使 并且从生化危机的公事书来看 堕天使的实力 应该与常规状态下的追击者 不分伯仲 而且在进入G3阶段后 搏进那点残存的意识 也已被完全吞噬 随之而来的是 G生物纯粹的本能 紧接着他将迎来G4阶段 但这个阶段 与其说是进化 倒不如说是退化 因为在进入G4阶段后 G生物将彻底沦为一头 四肢着地的巨犬 而原本多样化的攻击手段 也被野蛮的撕咬所取代 但到这儿还原来没有结束 当G病毒遭受到致命伤害时 所有病毒细胞将会发生突变 令它化身为一头 能够吞噬一切的终极寄生物 也就是所谓的G5阶段 好了 言归正段 上一集我们讲到 李杨宗实验室里 强行取走了G病毒样本 并触发了母巢的自毁程序 眼下只能赶快与埃德王会合 再想办法撤离 但没想到 进化到G3阶段的伯金 却突然现身 而且在他的身后 还紧跟着一名女子 他正是伯金的妻子安妮特 他本想利用恶魔血清制作的子弹 彻底消灭伯金 但伯金已经进入了G3阶段 即使是血清 也根本不法阻止他 还得看工具人李三光呢 好不容易击退伯金后 李杨本想带着安妮特 也离开这里 但对方却执意让李杨 先销毁他手中的G病毒样本 并告诉了李杨 关于艾达王的真正身份 其实也只是安妮特的猜测 在他看来 艾达王绞尽脑子 想取得G病毒 只是为了将他卖到黑市 赚起高额的拥紧 而且不管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反正不能让他拿到G病毒 但李杨显然并不相信这套说辞 这条线先放一下 咱们再看一看 克莱尔与小雪莉那边怎么样 此时的小雪莉 已经开始失去神志 因为G病毒的幼体 已开始侵蚀小女孩的身体 距离变异只是时间问题 好在克莱尔及时在母朝内 找到了制作血清的原材料 并根据安妮特的研究笔记 已经制作出了全新的恶魔血清 天哪 绝对是天赋异兵 总之小雪莉的命算是保住了 但由于李杨之前 强行取走了G病毒样本 所以直接导致母朝 启动了自毁系统 正可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克莱尔只得先带上 虚弱的雪莉 寻找离开这里的办法 很快这位贴选之子 就发现了一辆 用于运送员工的列车 而另一边 李杨与安妮特 最后也不知道聊的咋样 反正等李杨再出现时 已经是独自返回了 缆车的所在地 并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王阿姨 但安妮特之前的话 还是让她心有余悸 虽然此时母朝的自毁系统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但李杨还是迫不及待的 想知道真相 随着艾达王将枪口 对准了李杨 一切都已在不严重 而就在此时 身负重伤的安妮特 也突然赶到 一枪就击中了艾达王 同时母朝的自毁系统 也终于启动 整个地面已经开始坍塌 虽然李杨及时抓住了艾达王的手 但他身上的疾病毒样本 却意外掉入了深渊 在这有个小插曲 咱们得先铺垫一下 还记得之前讲过的死神汉客吗 他当初带领USS小队 来到母朝后 被搏金全部灭团了 但他本人并没有死 只是被打晕了过去 这些天里 一直就躺在下尾道里 由于戴着防毒面具 所以汉客并没有被感染 只是一直在昏迷中 而李杨掉落了这只疾病毒 恰巧就落在了离他不远的地方 先铺垫到这 后面再细说 言归正传 李杨早前所受的枪伤 在这时也突然发作 最终脱力的李杨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艾达王 跌入了深渊 但我感觉李杨此刻并不绝望 因为一路相住下来 他有理由相信 这位神秘的阿姨 绝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但不管怎么样 眼下还不是悲伤的时候 母朝就要彻底崩塌 但李杨最终还是抓到了 一个逃命的机会 顺利登上了一辆飞驰的列车 在这里 他再一次见到了 那个熟悉的身影 克莱尔 这里我要是克莱尔 就应该揍他 不是说好了 约定在警局见面的吗 这他妈跑哪去了 言归正传 就在大家以为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 列车却突然发出了 异样的震动 当李杨前往后车厢查看时 整个人都傻了 原来是已经变异为 终极寂生物的波金 至于为什么波金 一下进化到了G5阶段 那还得从早前的一场战斗说起 当时安妮特 向波金射出了一枚 恶魔血清子弹 紧接着波金又被李杨胖揍了一顿 大家本以为波金已经死透了 但殊不知 接连的重创 直接导致波金 提前进入了G4阶段的变异 可由于恶魔血清 已经破坏了波金体内的G细胞 所以G4阶段的变异 最终失败了 但G病毒可不甘心 眼看着这座躯体即将溃烂 为了活下去 他竟然将母巢内所有被T病毒感染的研究人员 以及各种生物兵器 全部吞噬殆尽 以此来维持变异失败后的躯体 但没想到 当G病毒吞噬T病毒后 奇迹诞生了 直接让G生物跨越到了G5阶段 但在保住躯体后 G生物又感应到 早前注入血力体内的G病毒 正在慢慢消失 这主要是因为克莱尔 为血力临时制作的恶魔血清起了作用 眼看着自己的繁殖大业就要失败 终极G生物便通过对疾病毒的感应 立刻朝着血力等人的方向追了过去 很快 他就追上了那辆飞驰的列车 面对如此庞然大物 李昂也是束手无策 因为G5阶段的G生物就如同一个黑洞 别说火箭弹了 就连这辆列车也都将被他吞噬 但G5阶段的弱点也同样明显 虽然看上去不可战胜 可最大的弱点却毫无保留的暴露在了外面 也就是那颗巨大的恶魔之眼 一看就是满含欲望与杀戮 当然我们的李三光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随着自毁系统的全面启动 伯金这位曾经享誉世界的天才科学家 连同这座饱含罪恶的病毒研究中心 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他的妻子安妮特在里昂的这条线中 也未能逃出母巢 永远地陪在了丈夫身边 随着母巢自毁系统的全面启动 最终三人被列车带到了幻雄室外的 史东威尔珍 所以你们有个男朋友和女朋友吗 没有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认识了 昨晚 是的 那也不一定是一专业的第一次线 是的 你没想到 你看 他可能会给我们一旦 什么 如果这不是只是城市 我们把 Sherry拿到这里 Come on He was friendly So is it over? I don't know But if it's not We'll stop it Whatever it takes Yeah you damn right we will As long as we stick together We'll be fine Come on 而坏熊室内的活人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们此刻还在挣扎着想如何逃离这座巨大的坟墓 保护伞生物灾害消除部队 简称UBCS 由前苏联将军谢尔盖直接统领 他们是保护伞旗下最精锐的武装力量之一 其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在生物兵器失控时 保护幸存者以及回收公司遗失的重要资产 在UBCS的成立之初 只有优秀的退役士兵才有资格加入 那时主要是以前苏联的特种兵为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战士在执行任务时 却经常因为生物兵器所制造的恐怖场面 而出现精神崩溃 最终导致任务失败 针对这一情况 谢尔盖不得已下 只得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开始大量招募雇佣兵以及暴力罪犯 同时将UBCS重新改足 并最终形成了一支预防生物灾害的坚固铁渣 而自从幻雄市危机爆发后 保护伞的实际控制人斯宾赛 便被迫放弃了母朝 但在暗地里却释放了大量的生物兵器 企图榨干这座城市的最后价值 同时他还授予亲信谢尔盖 将他旗下UBCS的所有编队 都集结到一起派往幻雄市 明面上是负责营救市区内的幸存者 实则则是为保护伞测试生物兵器的实战数据 唉算是布勒斯大尔斯的后尘 就这样 UBCS将近四个牌的兵力 超过120名战士被送往了幻雄市 起初他们以城市的运输系统为中心 构建了不少临时安置点 并且还在丧尸的手底下营救出了大量市民 但随着生物兵器的出现 UBCS开始力不从心了 原本超过120人的兵力 如今只剩下寥寥的几人 他们哪知道 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 那是因为谢尔盖在每个编队中 都安插了数位观察员 而观察员在执行任务时 会主动将大量UBCS的战士 引向丧尸的包围权 或是生物兵器的活动区域 目的就是为了记录战士们 与生物兵器的战斗数据 而这些数据最终都会被汇集到 母巢内的红皇后超级击资金中 言归正乱 虽然UBCS的战士被当成了炮灰 但幸存下来的人依然没有放弃希望 仍旧在城里不断地搜寻着幸存者 而就在此时 我们的主角吉尔 也被追击者正撵得满街跑呢 可不管他躲到哪儿 追击者都会如影随形 满天的火光中 追击者的束缚外衣逐渐破损 这也意味着 这位追追随时可能进入暴走状态 而且在他冰冷的注视下 吉尔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气息 就在这危机关头 一发火箭弹暂时给了吉尔喘息之急 而出手相助的正是一位UBCS的战士 趁着这个空档 那位战士直接冲进了火场 在他的帮助下 吉尔总算逃过了一劫 这位英雄救美的小伙子 在这儿咱们也隆隆介绍一下 男子名为卡洛斯·奥利维拉 是UBCS的王牌突击手 在加入队伍前 他一直在南美洲一带活动 是当地声名远播的雇佣兵 不仅拥有着丰富的巷战经验 而且出了名的忠诚可靠 当南美的局势尘埃落定后 卡洛斯便离开了雇佣兵团 并在保护伞的重金诱惑下 加入了UBCS 随即被划分到了 由前苏联士兵维克托米歇尔 所率领的精英小队 也就是如今 整个UBCS仅剩的一支小队 言归正传 在摆脱追击者后 卡洛斯便试图带上吉尔 一起前往地铁站避难 他们的小队 此时也正在那里驻扎 但吉尔却显然有些忌惮 虽然眼前的这位南美帅哥 救了自己 可看着他肩膀上的保护伞标志 吉尔不得不有所警惕 不过眼下 保护伞与追击者比起来 还是前者安全点 所幸就跟着卡洛斯 一路来到了 位于地铁站内的临时据点 并见到了这支UBCS小队的 战术指挥官 维克托队长 而这位老队长 此时可谓是进退两难 满脑子想的都是 如何在这样缺兵少见的情况下 将更多的幸存者 带出换熊士 但没成想 当卡洛斯将吉尔带回来时 老队长却突然眼前一亮 因为在他来换熊士前 就曾看过吉尔的资料 对他的经验和能力 可谓是了如指掌 但由于维克托长期奋斗在第一线 所以对保护伞 将STARS当作实验品这件事 并不知情 因此他竟主动邀请吉尔 参与接下来的救援行动 至于吉尔 他原本不想再跟保护伞的人打交道 但卡洛斯的救命之恩 以及维克托那充满信任的眼神 还是让他动了侧影之心 当然更重要的是 身为警察的吉尔 也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拯救更多的使命 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 而目前他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如何将安置在地铁站内的 无辜市民们 尽快的送出换熊市 所以根据当前的局势 维克托队长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 首先由伸手脚件的吉尔 单枪匹马 前往数公里外的变地站 恢复地铁的电力系统 之后 包括卡洛斯在内的几位战士 则需要沿着地铁的行进路线 往返于各个站点 负责清理掉那些挡路的丧失或障碍物 最后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战内的幸存者们将搭乘地铁 前往郊区的撤离点 届时将会有保护伞的直升机 将他们一口气带出换熊市 总之 虽然计划很周密 但对于吉尔来说 却是一场不小的考验 因为这次行动中 可没有了克里斯那样的身枪手作证 不过在吉尔赶往边境站的途中 却意外见到了另一位 身受重伤的UBCS战士 也就是卡洛斯的死党 莫菲·希克尔 开枪的人正是潜伏在UBCS的观察员之一 银朗·尼古兰 他出身于前苏联的特种部队 枪法更是于四神汉克比肩 两位都是公认的神枪手 同时他还以心狠手拉著称 像莫菲这样的伤员 在他看来只会拖累队友 而面对吉尔的指责 银朗则嗤之以鼻 让我们记住这位银朗 因为在后续的剧情里 他会经常出来捣乱 好了 一段小插曲过后 吉尔这边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赶到了变电站 并很快恢复了地铁的电力系统 而卡洛斯那边也进展顺利 他们已将各个站点的障碍物 全部清除干净 地铁也算是畅通无阻了 到目前为止 计划看似一些顺利 可就在吉尔返回地铁站的途中 追击者却再次冒了出来 上次追追因为赤手空拳 吃了的哑巴亏 所以这次显然是由备而来 不管是喷火器还是火箭筒 一股脑了都带上了 反正是各种重型武器轮番上场 这就是来BBQ 而可怜的吉尔 哪还要还手之力 可劲跑吧 就在这时南美帅哥卡洛斯 又一次拍马赶到 剧烈的爆炸后 追击者又一次被击退 而二人也顺利的返回了地铁站 此时的维克托队长 也早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但没想到的是 银狼竟然也在这里 原来 维克托队长与银狼受到了指令 由他们两个人 负责护送幸存者 前往撤离点 顺道还可以将吉尔带上 但卡洛斯他们 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需要跟队友一起 前往市中心的医院 去寻找一位叫巴德的医生 此人极有可能已经研究出了 能够抑制T病毒的特殊疫苗 一听到这 刚要走进车厢的吉尔 顿时愣了一下 他不禁替卡洛斯捏了把冷汗 毕竟追追还在外面游荡 本来是个好好的离别画风 但没成想 却换来了对方的一句 吐味情话 虽然卡洛斯看似很放松 但吉尔深知 以换凶式的局势来看 这项任务绝不简单 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心里 为这位救命恩人默默祈祷 眼开的地铁即将是离市区 但吉尔却仍然有点魂不守舍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果然 此时撤向的电力系统 突然发生了故障 伴随着无数乘客的哀号 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了 能量束缚外衣 以及病毒试管 这两样东西 可谓是保护伞 最不愿意看到破损的 因为一旦破损 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例如这套束缚外衣 他本是保护伞公司 为保军所上的一道枷锁 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T病毒失控 尤其是像追击者这样的残暴生物兵器 一旦失去束缚外衣的限制 便将化身为一头六亲不认的野兽 而整座城市的活物 都将成为他的猎物 就连研发他的保护伞也无法控制 在早前的营救行动中 卡罗斯就为了救下吉尔 不得以下击毁了一辆油罐车 而剧烈的爆炸 直接导致追击者的束缚外衣 开始出现破损 但还没有到完全失控的地步 之后 追击者凭借着对地铁系统的分析 很快就追上了吉尔他们所在的列车 并杀光了整辆车厢的幸存者 由此可见 此时的他距离失控 只差一步之遥了 因为在正常状态下 追击者在没有收到指令时 是不会对目标以外的无辜者下手的 虽然吉尔一直入了冲动 但没想到阴险狡诈的银狼 却趁机将车门反锁 而无路可退的吉尔刚回过身 就看到追击者所释放的触手 直接贯穿了维克托的身体 迷流之际 这位神经百战的前苏联老兵 毫不犹豫地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就这样 维克托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而被他留在幻雄市执行任务的卡洛斯 则与他的队友泰瑞尔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幻雄市的监控中心 根据任务指示 他们需要营救被困在市区内的巴德医生 并回收他所研制的T病毒疫苗 通过监控中心的画面 他们已锁定了这位医生的行踪 那就是幻雄市的综合医院 再回看吉尔这边 之前剧烈的爆炸后 吉尔又侥幸逃过了一劫 而银朗尼古来 想必是也早已逃生 吉尔本想在第一时间联系卡洛斯 可惜根本没有型号 无奈下 只得开始向地面搜索 但没成想 还没跑多远 就在桥上 看到了浑身冒火的追击者 一头栽进了河里 就这样通话被打断了 心急火燎的卡洛斯当地决定 让泰瑞留守在监控室 继续关注巴德医生的动向 而他则独自前往营救吉尔 再一次回到吉尔这边 之前列车的爆炸 已将追击者的束缚外衣彻底烧毁 就连其脑内的限制芯片 也遭到了损坏 此时的追追 再也没有了束缚 就是一头纯粹的杀戮机器 但如果是先前的追追 还能凭借战术 将吉尔逼入绝境 可惜现在的追击者 智力大幅退化 反倒只能被吉尔牵着鼻子走 就这样吉尔凭借着放风筝战术 第一次将追者击倒 但还没来机高兴 这位追追又凭借着强大的恢复能力 再一次站了起来 触手中所携带的强化T病毒 轻刻见就将吉尔感染 趁着吉尔昏迷的空当 让我们回过头 再看看母巢自毁后 还发生过什么事 虽然里昂 克莱尔以及雪莉 已经离开了换雄市 但还有两个人在母巢内 生死不明 首先是死神汉克 在母巢自毁时 他因为身处下水道中 侥幸躲过了一劫 苏醒后 一脸蒙圈的汉克 本能地朝着下雨道的周围 寻找出炉 但没走多远 就发现了之前 里昂所调落的那只 疾病毒使管 妥妥的天选之子 运气真好 汉克在拿到试管后 便沿着排水系统 回到了地面 随着通鱼信号的恢复 USS载具负责人 代号为叶英的战士 也在此时 与汉克取得了联系 在确认了队长的下落后 叶英便马不停蹄地 朝换雄市赶来 而汉克则需要在他抵达前 独自杀到 位于换雄市中心的停机坪 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 另外一位幸运儿 艾达王 当时由于里昂历劫 艾达王不幸跌入了深渊 也就是下水道的底层 同汉克一样 他也侥幸躲过了母巢的爆炸 逃过一劫后 艾达王本想找到 里昂之前掉落的那只 疾病毒石管 但上面说了 汉克拿走了 所以在搜寻误果后 艾达王只能先逃离这片废墟 但没成想 途中却见到了 已被烧成一团烂肉的寄生物 随即 他就从这具残破的躯体中 提取到了珍贵的疾病毒样本 就这样 艾达王也顺利了完成任务 但对他来讲 最后如何离开浣熊市 却仍然是一个棘手问题 好了 设定补充完了 下面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浣熊市 此时的吉尔早已失去了神志 病毒正在逐渐侵入他的身体 而尼古莱 全程目睹了吉尔与追击者之间的战斗 随即 他就冒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至于追击者 此刻已不知所踪 不久后 心急如焚的卡洛斯 也终于找到了吉尔 现在卡洛斯肩负了两项任务 营救巴德医生 还有医治吉尔 巧合的是 这两个任务正好可以和二为一 因为目的地都是浣熊市内的综合医院 这座医院又名斯宾赛医院 由保护伞在上世纪投资修建 其中不少医生都在暗地里为斯宾赛卖命 而巴德医生就是其中的医院 并且在保护伞的支持下 还最终研制出了T病毒的疫苗 他本可以凭借疫苗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但没想到浣熊市的突然沦陷 瞬间就让他的美梦破碎 所以只能先将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等待救援 很快卡洛斯就背着吉尔赶到了这所医院 他先着将吉尔安顿在了一处相对安全的房间里 接着就朝巴德医生的办公室赶去 眼看着希望就在眼前 可当他来到办公室时 却发现巴德医生已经身亡 而疫苗也不知所踪 之后在查看了医生所留下的录像后 卡洛斯终于得知了真相 原来这又是保护伞干的好事 他们不仅抢先一步夺走了疫苗 最后还羡慕杀驴 至于那条营救医生的任务 只不过是为了确保 让所有幸存的UBCS战士 永远的留在换雄市 一想到被当了炮灰 卡洛斯瞬间上头 一拳就干碎了显示器 但没成想 这个举动经意外开启了一间密室 而密室中的冷冻柜里 竟然还存放着一支测试般的T病毒疫苗 看来巴德医生还是留了一手 这下吉尔算是有救了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 11月1日的凌晨 此时距离核弹来袭 已不足六个小时 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谁都不会想到 保护伞的幕后控制人 斯宾赛勋爵 竟然决定亲自前往换雄市 而负责护送的人 正是勋爵的心腹 谢尔盖将军 而斯宾赛的目的 就是取回归于母朝内的 红环后超级计算机 这台计算机 可谓是保护伞的命脉 也是斯宾赛东山再起的筹码 其中不仅保存了 公司成立至今 所有的病毒研究资料 而且还有洋管事件 到换雄市危机以来 所有生物兵器的实战数据 虽然母朝已经被炸毁 但轰化后的核心模块 却毫发无损 因为它一直被 深藏于母朝的地下 就这样 斯宾赛在谢尔盖的陪洞下 正一路朝换雄市赶来 而这座宝经摧残的城市 也即将迎来它 最后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